大家好,现在在巴赫木特战场不断的有新的信息出来 我们看到新的视频当中 我们昨天提到地标性的建筑物 那个母亲拖了孩子的建筑物被摧毁了 整个被爆破掉 这也是在巴赫木特城市当中被爆破掉的众多的一个建筑物之一 我们来看一下相关的一些图片 也就是说在他的 在这个父亲拖着孩子的左侧 有一个母亲拖着孩子的建筑物 我们来看一下他的具体的位置 昨天我们在查看这个视频的时候 他沿的道路是伊万尼夫斯凯 我们说是沿着T0504公路过来 然后到这个拐角 这其中有一个标志性的建筑物 这段视频后来被证明有很多人质疑他 我感觉最没有把握的实际上是他拍摄时间的问题 他有可能是利用了一个时间差的问题 我们可以看一下在这个街角的 看一下这个情景 这个情景就是一个母亲拖着他的孩子 这一块呢是一个父亲拖着孩子 这是个九层楼 实际上我们在近处看啊 是很比较粗糙的 但是远处看给人还是很美好的两幅图画 但是现在左侧这幅楼已经完全被炸毁掉了 这也就是我们现在看到这幅情景 同时期呢还曝光出了很多视频 但我觉得这个图片似乎也不太新 相对来说呢 我们看到的绿色呢相对的叫少 他反映的是什么区域呢 实际上这一组的信息啊 反映的都是在巴赫木特南侧的区域啊 也就是在这个区域 实际上在前段时间也就是93七号里 用一辆坦克啊进攻的这个区域 我们说呢最近的热点为什么集中到袋呢 也就是说这个区域它的战斗 可能相对来说啊 现在多一些 我们再看一下下一张照片 啊这个区域呢可能 大家是第一次见啊 反正我是这个 我看到这个区域的照片不早啊 大概两三天前有出现过 我当时比较引起我注意的是什么呀 主要是那段视频当中有这个 这个教堂啊 这个教堂因为教堂啊 一般来讲大家都不会去榨去啊 它保存的叫完整啊 所以我们完全可以利用它做一个地标 那它在什么位置呢 实际上它就是已经越过了这栋楼 靠北很远了 它大概到在这个位置 这个教堂实际上是在这儿 我们看到周边啊 实际上你可以观察 教堂对应的这个小区啊 是一个有个尖角的小区啊 这个我们可以看见 而且都是旧的建筑 顶端是带 这种烟囱的 这都是巴黄木特比较老的建筑 而且它侧面 它的西侧啊 西北侧的这个房子的顶端呢 也是比较有特色的 是一个多边形啊 我们来看一眼啊 这个正燃烧的啊 它把这顶端有点挡住 这边的建筑物呢 是有形成一个尖角 然后实际上大家你要仔细数啊 这是一栋房两栋房啊 这两栋房连着的位置呢 有一栋另外一个形成一个区域啊 而且对面这都是长楼 虽然被烟挡住 但你你仔细回来去对比一下这个呃 卫星的图 你会发现还是他能吻合上的 我们说呢 这个区域已经是比较靠近啊 这个巴赫木特最终防守的一个区域了啊 他在啊 我把这个位置给大家仔细标一下 你就能感觉出来这个位置啊 这都举几个重要的区域 他下面这是一个工业学院啊 这工业学院也是比较重要的一个区域啊 然后这么这么这个卫生学院是他一个重点啊 现在新的消息似乎卫生学院啊 已经都丢掉了啊 我们待会儿再仔细看后面的这个区域分析的一个情况 你就能对整个有一个感觉 我们说啊 呃在这个被爆破的这个高楼 实际上他属于伊万尼夫斯卡 他已经不属不属于巴赫木特了啊 巴赫木特严格意义上巴赫木特的城区最后的一个战斗 也就是在这个区啊 就是我说的刚才说的这个教堂这附近啊 然后延展啊 往西北延展一点 啊 往西北延展的主要是我们知道他后面还有一条补给的线啊 这个是无需要控制住 待会儿啊 我们我们在这可以给大家的稍微讲一下 他实际上就是 大概无均现在控制线吧 就是处于这么一个状态 好 然后下了 啊 这条补给线呢 是比较重要的啊 这条补给线是一直 俄军打不通的啊 但 这条007这条公路呢 就是00506啊 这条公路呢 就被断开了 已经 所以剩下这个区域呢 已经有战斗了啊 好 我们现在呢 就接着 看看后面还是不有一个图片 我记得 这是另外 这是另外一个角度 还是我们刚才看的那一组图片啊 我们就不再说了 也就是 我们现在 接着吧 大致看一下 这是巴赫木特目前 控制的情况 也就是说 这个红的区域 已经都是完全是俄军控制的啊 这个 灰蒙蒙的区域呢 是 双方可能都在交战的区域 但实际上我认为 包括 刚刚才我们说的被炸那个楼 他也是画在这个交战的这个区域当中了 但是我们说呢 这个区域肯定 现在也是 是乌军不能完全控制的 也就是说 在中间的这两个啊 这个工业区啊 我箭头所指 大家大致看一下 这是工业学校 还有上面这个卫生学校啊 这都属于这种在交战控制区域范围内的啊 最终的这条公路呢 是在这儿 所以我们现在还是能感觉出来啊 乌军的防守阵型完全是围绕这个最后的这条公路 也就是说他实在不行 他要通过这条公路退出去啊 这就是目前的现状 这就是目前的现状 这就是这条公路 在这个地方 是图航